英国女王那些你不知道的是负2 英国女王那些你不知道的是负2 时间,2016年12月9日14点37分 女王的两个生日 每年,女王奶奶都可以过两次生日 一次是4月21日,也是她出生的日子 一次是6月17日,是英国王室给她规定的生日 这个奇怪的规定源自20世纪初的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 爱德华七世出生于11月,但是冬天在世外霸生日party的话,实在是太冷了,所以她就把自己的生日改成每年的5月或者6月 这个传统到了伊丽莎白女王的父亲乔治六世时被再次启动,一直延续到今天 皇室的生日,都过得好任性啊!女王的狗狗们 女王现在有两只科基和两只多基,Doges,那长Deskent和科基混血,让一种小短腿串上另一种小短腿,结果就是这俩家货底盘相当贴的 女王与科基的不解情缘可以追溯到其18岁的生日 当时,她收到了一只明觉苏珊的科基犬作为礼物 她对苏珊万般藤卖,除厨师定制专门的菜谱外,女王还会亲自为苏珊吃饭,不管走到哪里,女王总要带着她 时至今日,女王已经养过30只科基了,而他们几乎都是苏珊的后代 这要想想,超长待机的待机也是让人挺难过的,要送走那么多小伙伴,女王的加冕 加冕桂冠时,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郑重宣誓,我将终身为英国和英国人民服务 那是1953年,她27岁,英国历史上,君主加冕仪式第一次通过电视现场直播 她的继位是命运的巧合安排 当父亲驾逛的消息突然传来时,伊丽莎白与丈夫菲利普亲王还在肯尼亚游访 一夜之间,她从公主变成了女王,统侠英国及英联邦的16个成员国 加冕后,她带着菲利普马不停蹄进行了为期半年的世界学会访问之旅,成为第一个踏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英国君主 随后她频繁出访,即使在起飞之前刚刚或知自己怀上了第三个孩子,也没有取消行程 1970年,出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时,她主动走进那些等待遗毒女王芳荣的人群,问候当地的普通市民,引发轰动 要知道哦,在当时,君主还普遍被认为是上帝挑选的结果